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已经学到了 通过指针函数 来辨理我们的数组 学到了这样一些指针函数 那这节课呢来看一下最后一种形式 也是通过函数的形式 来辨理我们的数组 通过我们的list each 配合上我们的well循环 也可以实现辨理数组的一个效果 那来看一下 首先呢 list这个函数呢 它可以不叫函数 是一个语句结构 它是把数组中的值 附给一些变量 但是呢它有一定的要求 只能将数组中的索引部分 附给我们的变量 而且呢 索引我们最好是连续的 下标连续的索引数组 连续的部分 才会附给我们的变量 那第二个函数 一尺 那一尺函数呢 它是返回数组中当前的建制对 当前指针锁在位置的一个建制对 并且将数组指针向下移动一位 它干了这样两件事 第一件事 返回当前指针锁在位置元素的一个建制对 那返回的是一个既有关联部分 又有所有部分的这样一个数组 它干了第二件事 就是你每一尺一次 它会将指针向下移动一位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两个函数 怎么来用 接着再通过这两个函数 配合上我们的well循环 也能实现便利数组 好 我们可以把之前的一个数组拿过来 这样一个数组呢 我就不带着你再来声明了 AR 这样的形式 那接着呢 你看到这个数组中下标连续的部分 它从连开始 接着你再写一个3 或者我们先简单的来一个 A B C 这是一个下标连续的索引数组 那接着呢 我就可以通过list $1 $2 $3 把它复给 把数组中 这个简直 复给我们的变量 那接着你看到 I call一下$1 $2 $3 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一个 简直 第九个 ABC取到了 但是呢 如果我们的这个 下标不连续 你写成一个3 对应的值是A 接着你再写成一个5 对应的值是一个C 那B的下标是几啊 对 是4 那这时候你再来数出数的时候 你看到 是得不到的 得不到的 对吧 那你想得到怎么办呢 你再往后 第三个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对吧 3 45 那接着呢 你再往后第四个 $AR4 这时候你会取到的是A $AR5 取到的是B $AR6 取到的是C Value 你看一下 简单的也输出他们一下 I扣一个 HR 这三个你是取出来的 A B C 但这样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对吧 你说前三个我不要 你说前三个我不要 那这时候你也可以选用这种形式 哪一项你不想取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空出来 第一个我不要 逗号 第二个也不要 逗号 第三个也不要 接着要后面这三项 456拿过来 等于$AR 那这种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实际意义 写上一个 同样的你输出一下 也可以取得到 A B C 这是对于我们的下标为索引的部分才有效 那接着如果你来一个数组写成一个关联的 那通过它根本付不了值 只对下标为索引的部分有效 但最好还是一个下标连续的索引数组 你写成一个username对应的值是一个king 再写成一个age对应的值12 123也可以 接着你说我类似的一下 $username $H 等于谁呢 等于$AR 这时候你来输出username和age 你是取不出来值的 好 你会看到两个空 这样的效果 那这是我们的类似的函数 类似的这个语句结构 那接着再看一下我们的一直函数 这时候我把它拿过来 一直函数呢 它是能返回当前指针 所在位置元素的一个建置对 这是我们的数组 接着你each一次 $AR 它会返回第一个 元素的一个建置对 你可以打印一下 并且将指针向下移动了一位 那现在看一下 它返回的数组的一个形式 小心 首先看到 这是一个 关联加索引的一个数组 1 A 0 0 这样的形式 你看到1和value都是我们的建值 0和key都是我们的建名 这样的形式 它会返回这样一个建值对 那接着呢 你再each一次之后 它又将指针向下移动一位 并且返回当前指针 所在位置的建值对 它是先返回这个建值对之后 再将指针向下移动一位 好 你再刷新 又来了一个元素 第二个元素 那同样的你把它简单的一复制 一共多少个元素 你要each多少下 1 2 3 4 5 6 6个元素 刷新 6个都取出来了 hello world 那接着你看到指针已经到这了 再向下移动之后 你再来each一次 这时候 你看这个each函数返回什么 你把它dump一下 each到了zr 它同样的是操纵这个书组的一个本身 布尔的false 对吧 只要书组中不到最后一个元素的时候 你都可以通过each来取出当前的一个建值对 那现在有了这个each函数 也知道到最后 它返回的是一个false之后 我们就可以配合上我们这个类似的语句结构 再加上我们的well循环 来取出我想要的这些建名和建值 你看到这些重复的事情 我们要想到循环 把它除掉 通过什么循环呢 通过我们的well循环 well 首先each一下 dollsar 只要不到最后的时候 它都会返回一个数组 那只要不到最后 它不等于等于false的时候 都可以来进行我们的循环 接着将它付给谁呢 类似的一下 dolls key dolls value 为什么可以这么写呢 因为你看到each函数 它返回到这个数组的形式 是不是有1和0啊 对吧 下标连续的一个索引部分 那之后呢 那之后呢 我会把0 负给我们的key 1 负给我们的value 这样的形式 那接着呢 我们再在里边来输出一下 建名和建值 就可以实现我们想要的效果 如果你想要建名的话 就each一个key 等于 $key value 等于 $value 同样的也可以取出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 我们现在便利的也是一个e为数组 $ar 整体不等于false 刷加了一个括号 刷新 你看到key0 接着是指示a 12对应的指示less test username对应的指示king 取出了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 这样的效果 也可以 但是呢 只是知道一下 一个类似的语句结构 包括一个each函数的一个用法就可以 记住 我们便利数组 就是通过for each来便利就可以 通过它便利没有那么的方便 但是你也可以知道 有这样一种形式就可以 好 那这节课呢 简单的又带着大家 看了一下最后一种便利数组的形式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个也 练习一下就可以 了解一下 list和each的一个用法 那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